大家好 这个视频是各位分享一下我们现有的wordpress课程 因为有很多想学习wordpress的新手同学 看到我们有那么多的wordpress课程 不知道该怎么选该从哪开始 这节课呢我带大家过一遍 我们是从2016年开始录制wordpress课程的 到现在已经三年多了 目前一共有13门wordpress课程 这个是我们的网校 目前13个wordpress课程都在网易云课堂 大家可以扫右侧的二维码进入左侧的网易云课堂 我们的网校首页 从这个页面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wordpress系列教程 也可以领取优惠券 我们不定期会发放优惠券 最下面有一个查看全部课程 一共是15个课程 其中有两个是苹果Mac电脑的 除了手机版 也可以用电脑的浏览器访问我们的网校 网校的内容 手机版和电脑版是一样的 点击这里打开wordpress系列教程 系列课程是下面这11门课程的打包 平均课程的单价是最低的 比如AWAT主题教程 单价是499 如果购买系列教程 AWAT教程合算下来是287.73元 从手机网站 点击第一个图片 也可以进入手机版的系列课程 内容和价格都是一样的 为了方便浏览 我们通过PC端来讲解 如果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wordpress 建议大家先学习wordpress的入门课 原价是29元 学完了这门课程 至少对wordpress的安装 主题插件的安装 以及免费和付费主题的安装 有个了解 因为我发现有很多直接购买主题教程的同学 对于入门课的内容 这部分知识是缺失的 很多人会在wordpress的安装 主题的安装上出问题 我建议大家先学习wordpress入门课 系列课程分为三个组 第一组是wordpress入门 有三门课程 第二组wordpress主题使用 也有三门课程 第三组是wordpress进阶 有五门课程 加在一起 一共是十一门课程 这三门wordpress主题课程 主要讲解的是主题的使用方法 在这儿呢 我简单的说一下 我讲的这三门主题都是国外的wordpress主题 价格呢 都是60美元 这60美元是带商业授权的 我在课程里提供了主题的圆码 是不提供商业授权的 建议大家购买正版商业授权 我提供的圆码仅供学习使用 这些商业主题 每一款主题的样子 风格 以及使用方法完全不同 那么该选择哪些主题呢 这个要看主题的代目演示站 每款主题都有多个代目演示站 比如AWADA主题有40多个代目演示站 也就是说用AWADA主题可以做40多种完全不同 风格的网站 用RT18可以做两种风格的网站 用B-SIM可以做400多种不同风格的网站 先选风格 如果觉得AWADA主题的某个代目演示站符合你的要求 在这建议至少得有80%符合你的要求 再决定选择AWADA主题 因为这些主题后台设置功能的部分都是写死的 固定好的 它允许我们修改 我们才可以修改 它不允许我们修改 哪怕我们感觉特别显而易见 应该能够修改的地方 后台没提供修改接口 我们是修改不了的 选择主题之前一定要注意 先选Demo再选主题 每款主题有多种Demo 每个Wordpress网站可以安装多个主题 但是每次只能使用一个主题 每个主题又有多个代目演示站 那么每次只能选择一个代目演示站 如果换代目演示站 只能是把Wordpress先清空 恢复到出厂设置 再重新启用主题安装代目演示站 我在这可能说的比较快 如果不理解的同学 还是想看Wordpress入门课 如果购买了任意一个Wordpress主题教程 都会送上面这个Wordpress主题公共课 因为这个公共课是主题课程的一个补充课程 因为这些主题课程都是在讲某个主题的 但是他们会有一些通用的指示点 我把它放到了公共课里 购买完主题之后 请大家联系我 我会发优惠券 领取优惠券之后 再购买这门公共课 支付零元即可获得 除了这四门主题教程以外 我们最近还做了一个newspaper主题的课程 是这个 系列课程里边的这11门课程 都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新做的这个newspaper主题 是有时间限制的 在一年之内学完 最近做的这个高性价比网站如何做 这门教程也是有时间限制的 也是在一年时间之内学完 这门课程适合想做网站的同学 也是和想做网站的甲方 对网站建设工作有一个基础了解 回到系列课程 第三组是wordpress进阶 进阶里面第一个是网站速度优化 这门课程是在我们搭建好了网站之后 发现网站速度比较慢 该怎么去优化速度 可以看这门课程 如果看了wordpress入门课 我们可以搭建一个wordpress网站 但是这个wordpress网站 距离我们想要的网站距离还很远 然后我们选中了一款主题 要学习用这款主题做网站 学习了之后 可以搭一个和这款主题弹幕演示站 类似的网站 基本上符合我们的要求 但是这个网站比较臃肿 我们需要优化它的速度 这时候用到了wordpress网站速度优化 购买过主题教程的同学 可以跟我要优惠券 只需要99元就可以获得网站速度优化 然后再往下 这是wpml插件做wordpress多语言网站课程 如果你要做的是一个多语言网站 比如有中文英文韩文德文 那么需要用这款wpml插件来做多语言网站 如果没有做多语言网站的需求的话 可以忽略这门课 关于内容的翻译是需要手动翻译 或者借助网站的力量翻译 它没有自动翻译功能 这个提前了解一下 然后这个插件是要授权的 买教程的用户送一个网站的正式授权 终身可用 下面这个poedit是一个汉化主题 汉化wordpress插件的那么一个软件 软件的使用教程 像我们的Avada主题 RT18主题 还有B-SIM主题 默认都是英文的 它的中文站语言包 就是用这个软件做的 然后下面这是宝塔Linux面板 新手使用教程 这个教程适用于购买服务器的同学 如果购买的是虚拟主机 可以不用看这个教程 因为虚拟主机都是服务商给配置好的 但是有很多同学购买的是服务器 比如说阿里的ECS 腾讯的华为的 也包括国外的那些VPS 都建议装一个面板 来控制里面的软件和参数 很方便 最后这个是用wordpress 做微信小程序的课程 这个课程里面有很多免费课时 能做成什么样 不能做成什么样 都在免费课时里面有过介绍 它是利用现有的插件 现有的程序 来做的一个微信小程序 关于这些课程 怎么买更优惠 这个问题见仁见智 如果这里面的课程基本上都需要的话 建议购买wordpress系列课程 就是这11门课程的打包价 因为这样平均下来每个课程价格最便宜 如果只需要里面的比如说Avada主题教程或者是速度优化或者是做多语言网站这三门课程就够了建议单独购买 另外还可以叠加优惠券 让整体价格更便宜 对于新手来说 还是建议先看一下入门课 还要结合自己的实际需求 看看到底是需要哪些课程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下次见